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根據朱凱市衛生健康國通報, 在10月9日凌晨零時到中午12時, 新增兩宗無症狀感染者, 是在密切接觸者的西查中發現, 是外市10月8日陽性個案的關聯病例, 亦是剛才為何萬月酒店要做三密兩檢和三密不出戶的安排, 就是這個原因, 因為我在裏面發現了兩宗無症狀感染者, 這兩宗都是小朋友來的, 第一個無症狀感染者是男性10歲, 第二個是女性10歲, 這兩個是兄妹來的, 都是10月5日在外省坐自駕遊車到達珠海。 5日7日核酸檢測陰城, 去到10月8日作為密接者閉環送去隔離酒店, 去到10月8日報告是陽性, 即刻轉去隔離酒店, 經過會診, 就說她是一個無症狀感染者, 她現在4日主要活動軌跡, 就有水灣奴, 萬月酒店, 星巴克, 還有烤肉店, 所以那些地方不會無緣無故封控, 肯定是有古怪才會去做這樣的動作。 今集同大家更新到這裡, 這個國慶之後, 希望不要爆發, 始終講來講去都是這句, 就算澳門本土無爆發, 珠海有爆發的話, 對我們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來的, 因為我們大部份旅客都是在珠海那邊來的, 你想下,如果珠海有疫情爆發的話, 那裏收緊外來的人進去珠海, 基本上我們都是吃西北風的了, 不會有人來澳門玩的了, 我們就沒有賭收, 沒有旅客數字的了。 好啦,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裡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